大家好,我是一华 现在是秋收的季节 邻居家的小姐姐送了一些稻花鱼 今天我们就用这些小鱼来做一顿好吃的 我们先将小鱼处理干净 根据鱼的数量,我们在锅里多放点油 油热后,下鱼筋 记得不要一次就把它放下去 而是要一次放下去 先不要着急翻动锅 等于定型后就可以翻动 先至一面金黄了 就可以翻过来煎另一面 这样煎的鱼不粘锅也不过提 因为今天的鱼比较多 我们翻两次煎 还有一条小鲁鱼 这些鱼是自然生长的 没有翻过任何的饲料 任何食物也都没有喂过 所以到现在都只有这么大 同样的方法煎至定型后才可以任意旋转 鱼煎好后放一点生姜 再放上辣椒和大蒜 不喜欢吃辣的可以不用放 再放入开始煎好的鱼 放入适当的矿泉水 开大火煮干后 后盖焖三到五分钟 最后再撒上一点胡椒粉 还有家里面种的蒜苗 再想想我们这样的一道菜 基本上是不用花什么钱的 菜自己种 鱼自己抓 一道乡下版的辣椒倒花鱼就做好了 调料简单 开胃下饭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乡下做鱼的一些方法 如果您喜欢我们本土的乡下菜 欢迎来我们家做客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请您点个赞吧